一齊打哭路真是很少人 華女就夜生活到唐小姐 喂, 這樣說什麼意思? 他們昨晚兩隻傢伙 顧著看那個韓劇人余小姐 韓劇豈不是好看? 什麼不好看? 我最喜歡一個女主角雅利英 你知道嗎? 她媽媽自從被她爸爸拋棄了之後 她為了幫她媽媽報仇 用盡一切的手段 去勾引她同乎義務的妹妹的男朋友 整個復仇女神那樣, 一個字, 正 正什麼正, 聽起來和秦瑤的小說差不多 是騙到這些無知少女和有些主婦 我看你是沒有這樣欣賞水平 是啊, 我沒有欣賞水平, 我要跟你說 喂? 是你的, 我知道 喂? 阿黎? 阿黎 唉, 不好意思, 遲了 很堵車 我等了你十二分鐘三十三秒 你以前和我出街, 從來都不遲到的 現在很忙嘛 對了, 你找我出來什麼事? 這麼久沒見, 掛著你嘛 你不要掛著我 你不要掛著我 都, 都有的, 即是大家同學 同學 你以前好像不知道我是同學這麼簡單吧 看你緊張的, 我現在對你沒有興趣了 現在我有了新的目標 好, 這次找你出來, 向你幫我拿的 新目標 對 你不是結婚了嗎? 我請了你一份老婆 那個壞人, 要做大一個女人 所以說, 第三者真是壞人 我最討厭那些破壞人家家庭幸福的人 我真的 這個女人自己有老公 她有過於美人的老公 所以, 我要報附她 我也要過於她的老公 做個父仇女神 你這句對白這麼熟 聽說, 你現在在一間影視公司工作 你的上司叫康奇祖 她平時都有什麼喜好 你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的目標就是你的上司康奇祖 阿祖 阿祖 她已經結婚了 沒錯, 就是她老婆 以為自己是姚妞就很有魅力 就可以隨便勾引別人的老公 我已經把她的家庭背景了解很清楚 她對我老公做過什麼 我就要對她老公做什麼 很公平 你不要 你這樣拆散別人家庭, 你有報應 我就打死了, 不會幫你做這種事 你不幫我, 都沒所謂的 我還是要本事召喚她 真的…你別這樣做, 行不行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做 我就告訴阿祖 你… 阿祖, 我在外面工作 行了, 陪你逛街嘛, 知道了 拜拜 拜拜 你的朋友, 聽說好久沒了 你怎麼記得呢 是, 怎麼知道 聽說你拍過這麼多次拖 這個未婚妻是最喜歡的 而且她還很喜歡合作天 你什麼意思啊 你以前追我的時候 寫過那麼多書情書 我到現在還留著呢 不知道 你女朋友看了以後 會是什麼反應呢 神經病, 行風連的東西來的 你不要想著用這種東西來 要脅我吧 那…如果我跟你女朋友說 我以前為你打過胎 她會有什麼反應呢 你說什麼啊 我什麼時候跟你… 什麼…什麼過啊 女人在這方面 都是寧可信其有的 如果你敢通風報信 我就告訴她 喂, 阿…阿…阿黎啊 我叫阿黎啊 我改了名 叫黎英 你可以叫我阿黎英 阿…阿黎英啊 韓片女主角嗎 沒錯啦 我就是看了這齣戲 才知道我現在應該怎麼做 我現在就在這個伏仇女仇 真是真是鬼 發短信給誰 人下人下死人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說過來 發短信給誰 發短信給誰關你什麼事 是不是女人來的 是呀, 女人來的 喂, 喂 喂 你一直出事跟你說 怎麼出事 阿祖的電話 有人來的 找阿祖 他不在這裡 他沒上班 你什麼事不給我接電話 你死了 你不上班 那電話是岳哥打你的 蛤 你耍東西 你又說是女人 那是岳哥叫唐小姐打來的 你以後做事可不可以嚴肅一點 我現在很嚴肅地跟你說 任何有來歷不明的女人 打電話來說喜歡你 表示要你接受她的 你千萬不要 你知道了, 你現在是結婚的人 你前兩天都懂得說 做男人的事是最重要的 阿楓 別吵 我覺得挺對的 這種話你都說得絕 你真的 你… 你… 什麼… 你快出正所謂路邊的野花都不耀彩 我真的拎了頭 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怎麼會扔下老婆不理 我剛才發信息就給我老婆 那你… 什麼出奇的 這份人呢 我看其中不是那些什麼人 對了 昨天安娜叫你在公司檢查我 你收了我老婆多少茶水錢 咬出來 神經病 哪有 傅姐 我說你好而已 你好自為之 你… 瘋子 娘 喝杯滾水 不要喝茶 謝謝 謝謝 看看有什麼合適的 我建議你 最好是吃飽更肥膩的東西 吃些脂肪低的東西 你真的想到租到了 現在很少見參天老闆 你真的懂得看客人的心思 應該… 不知為什麼 我總覺得你有一副大哥的風範感 是嗎 我猜 你家裡一定有很多兄弟姊妹 嘩 你看書這樣嗎 你懂嗎 我家裡有很多兄弟姊妹 但是我不是大哥 而是第二位 是 下面有兩個弟弟 一個是在機關上做政處級的 一個是在影視公司做政經理的 影視公司經理 是 結婚了嗎 今年還沒有 去年好像跟一個鬼婆做做夫妻 老公, 有點事找你 你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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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別這麼小器 今時今日的服務態度是正常 你知道嗎 你… 你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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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來招呼他 你幹什麼 美女 不知道你想點什麼菜 是呀 點完菜之後 記得要點個甜品才行 你皮膚這麼漂亮 適合喝這個冰糖的木瓜 喝完之後就滑到… 什麼冰糖的甜品 很肥的 吃這個書甲… 不錯 書甲 我這麼喜歡 都是要… 冰糖燉燕窩 燕窩 燕窩 行… 行…沒問題 我立刻衝給你 衝 不…我立刻叮給你 義無倫次 沒有禁 改姓… 有禁度 香港… 改姓… 一京就行了 老闆… 改姓… 改姓 fors 改姓確呢… 更要不大 來呀 來吧…臥臣來了 關門落宅… 來吧…做點東西也行,我肚子餓了 英俊不是說我經常說你嗎? 爭了一口氣,在我家裡你都可以假裝 因為你是我的弟弟,但在這裡你是客人 你怎麼會客人? 廚房,你什麼送仇送給我? 什麼送仇送給我? 我是經理級人馬 幾大都要什麼屎嫂炒鵝腸之類的 我才有的 不要緊 快點 怎麼了?你踩上我的劇盆了? 你又是,怎麼放在地上放在桌子上 你又是,你明知道地上有個劇盆 你不要踩上去 不好意思,你真是有鬼論罪的做事 不要緊… 聰明一點,是 對不起…我反應大了,夏侵禮天 因為這個劇本是我寫了兩年了 對我很重要的 所以請你不要介意 沒事…是她反應大了 話說回來,好像不是很關我的事 你做幾年… 小姐,你是編劇 不是嗎?我是韓影派編劇 不好意思…這個劇本給我寫了兩年了 可不可以讓我看看嗎? 沒有了 小姐,你千萬不要誤會 我沒有其他意思 我是喜洋洋影視公司的副經理 這個劇本來的,這張是我的副片 真的嗎? 是的 所以做我們這行,一聽到劇本就比較敏感 謝謝啊,覺得你和普通人有點不一樣 是嗎? 那…你給我一點點 昌靜街,很多人都說我這件事很有氣質 有姦島… 我好像聽過小姐也沒有姦島 我也看過那個電影的 我這個劇本跟那個電影是有點關係的 我就是要解構無間道 是用一種荒蕩和顛覆傳統的手法寫的 顛覆傳統來寫? 沒有啊 這麼厲害啊 如果我們公司有這樣的劇本就好了 我實說,這個劇本我們會隨便給人的 嗯…如果你有用,就先給點用紙吧 那謝謝啊 不如這樣吧,我們互相留個通訊電話吧 好啊 即是我們公司有什麼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好啊… 雖然我們這間公司就不是太大 但片酬絕對不會虧待你的 噢,片酬方面就不太重要的 我最重要是,我看你的戲而已 也不是不懂得欣賞我劇本的人 應該我先謝謝你 嚇什麼氣啊,真是 你還沒吃東西吧 你想吃什麼?我請你 不用了… 要的…多一點也要… 阿嫂,快點… 你怎樣的?試招炒鵝腸,慢慢吃 你怎麼搞的?青椒那麼多 腸就行了 唐小姐,牛哥說劇本由你負責 你快點看吧,別這麼生氣 你有什麼態度啊? 不是說有什麼態度 只想你快點看了他而已 放下吧,我有空就不會看的了 有空?你什麼時候才有空啊? 人家寫了兩年多了 是用了方大和顛覆的手法寫的 你不要拿來鋪陳好不好? 現在呢,就有十幾個劇本等著我看 個個作者都說自己寫了三五七年的 你用心點等著 但如果你再阻礙我 弄得我整個星期看一本 你就要排到明年,不要怪我 行… 顛覆家放大力 顛覆家放大力 大畫家,有個活給你幹 幫我畫頭送陽 當然有照片給你啦 好啊 你的劇本呢,我就交上去啦 不過還沒有消息 你放心吧,我一定幫你吹的 我今天要你出來,不是想催你 是想謝謝你,有東西送給你聽 有東西送給我? 是啊 是什麼? 你猜猜吧 我想是… 畫? 還是書? 還是新劇本? 我猜不到 那你先看看吧 不是吧? 這個不是… 是我說的 上次見過你之後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回去就畫了這篇畫 送給你的,像不像? 像…像得十足十 你見過我一次而已 就畫成這樣 你真是好像天才 橫看、店看,都是這麼英俊 真的搞不明白 一個女人送一幅畫給一個男人 究竟代表什麼呢? 阿祖,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一個女人送一幅畫給一個男人 代表什麼? 嘩,這個不是你嗎? 嘩,多好看 這個是不是那個女人簽了名? 為什麼送…送… 送畫像給你? 老婆,你真是… 其實這…這幅畫是… 我們公司的一些道具 你沒辦法了,誰叫你老公長得英俊 每個人都要找我來畫,對吧? 就變成免費模特兒,拍戲用 但你剛才又問一個女人 送畫像給一個男人 是什麼意思? 難道不是那個女人送給你嗎? 都說不是 我在幫這個…劇情在量度台詞 我量度了一句 一個女人送一幅畫給一個男人 那代表什麼? 就不用問嗎? 當然是代表愛意的 你作哪個故事? 看你… 賭什麼故事? 大韻,幹什麼? 整個黑暗不出就沉浮了 鬼咩,拉叔加班 說實話,加班那樣 用不著實不守舍? 其實我想問問你們 如果有一個女人送畫像給一個男人 那代表什麼意思? 是IQ題 那就是告訴那個男人 你注意一下我,對吧? 我認為一個女人送一個畫像給一個男人 就是應該這個女人 對這個男人有一定的好感 但又不敢直接說出來 然後就畫一幅畫給她 看看她的反應如何 你這些大學生想像這麼複雜 直接告訴她我想追求你 這樣就行了 你怎麼這麼直接 那你這個角度是這樣的 丹娜,你怎麼了? 你的臉色這麼難看 什麼事? 丹娜,到底是哪個女人畫像什麼畫 送給哪個男人呢? 你們看一下 有的嗎? 你們看 你看 什麼? 不是小子? 真的是阿總 上面是一個女孩子簽名 看來真的有個女孩子 是小子? 是鬼是馬,還要勾引她 我認為她是仇家,她弄她 幫她畫她圍像 阿差 說什麼? 什麼? 不是阿? 依我說這個女生應該很近距離觀察過阿佐 說得多麼全神, 你一表情動作 是呀, 這樣就死人多了 甚麼? 幹甚麼? 大嫂, 那個韓片仁兒小姐 那個女人就畫了那些東西 被男主角弄得男主角神魂顛倒 是呀… 太可憐了 你們說怎麼辦? 大哥, 別說他們反一風 一隻二隻這麼作得做作嘉賓 不是呀, 你又是呀, 甚麼都猜猜 其實你的想說明是甚麼問題 是呀… 阿丹, 你不用擔心 兩夫妻最重要是互相信任 你信我信任, 甚麼事都沒有 我沒這麼說 阿丹, 千萬別胡思亂想 沒事的 你們上來這裡幹甚麼? 不行了, 我不是來找你的 你找阿祖, 你別告訴我你已經… 我已經賣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了 阿祖 你來了嗎? 是呀 你找我嗎? 我上來看看你, 前面問一下劇本的事 好…來…坐吧 好呀 請坐 對了, 上次你又送了一幅畫給我 也不知如何謝謝你 不如這樣吧, 我請你吃飯 怎麼樣? 阿丹, 你聽不懂嗎? 喂, 阿丹, 你先收拾吧 你搞那麼多事幹甚麼? 你想請我吃飯嗎? 我現在又沒空了 下次呢? 喂… 甚麼… 請你吃飯, 你… 就這樣吧 喂… 喂… 無聊呀 對了, 你剛才說甚麼? 我剛才打算請你出去吃飯 但我聽你這樣忙 好呀 我剛剛說了, 要吃飯 我去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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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你好多天沒有來 是啊 對了, 我特地點在房間 已經燙我等你來 我今天不用了 我今天要白癡雞 蠔肉心菜和麗湯 快點,要打球 沒問題,先坐下 嬌啊?嬌 正啊,好好味 喝的西洋菜湯,我煮了很久了 這些天使喝西洋菜湯真的很清晰 謝謝 我發現你的酒勢和嬌的酒勢差不多 嬌?你老婆嗎? 如果阿嬌是我老婆,我死了就算了 阿嬌是我二老茶餐廳的大廚 我老婆就是西洋人,不懂煮菜 話說回來,你的手勢真的跟阿嬌的差不多 廣東菜如果煮得好,都是這樣的口味 這件事就足以證明你的手勢好像大廚級的人 是不是?多吃一點 嘩,現在才吃麵 嗯,你一口氣出來就知道你吃薑蔥雞 又去到茶餐廳了 嘩,你臭小子,兄弟在捱杯麵 不理會自己去吃東西都不叫你兄弟,你沒有義氣 真是臭小子 你出去吃魚,是那個美女親自煮給我吃的 住家飯,你不想那麼多 嘩嘩,哪個美女請你吃東西這麼厲害啊 你不要說是上次來找你那個女孩 聰明啊 你不要理她 那個女孩我認識的,我很熟悉的 她是同學,她是危險人物 我說你是危險人物是真的 說跟你熟,上次又不見你跟她打招呼 你真是騙我 總之有原因,你相信我沒有錯 原因是死那字,你妒忌我 哈哈哈 嗯,雖然